那今天早上我們在立法院看到了非常非常讓人痛心 非常荒腔走板的狀況 財政委員會本來今天應該要邀請22縣市的代表 一起來針對未來涉及到各地統籌分配管分配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法 要來發表意見要來做討論 結果國民黨跟民眾黨聯手占領主席台 只花了三分鐘就把財政收支劃分法 財劃法送出委員會宣告通過 沒有任何討論沒有任何發言 沒有讓民進黨表達任何不同的意見 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一邊擋總預算 一邊又要修財劃法又要要求中央吐更多錢 出去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要在財政上架空中央政府 癱瘓台灣 丁住